第一個啦 我剛剛有提過嘛 上面是你要查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最好是可不可以點一下 自動把一般的資料call過來 那以往當然如果你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 也不用寫程式的話 其實可以用篩選 篩選的話其實可以 但篩選麻煩 你又要怎麼樣 又要把它call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又要把它call過來 那假如你不用篩選的話 其他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當我試著用那個callGPT 詢問一下callGPT 有沒有相關的這個公式 就是不要用寫程式的話有沒有辦法 所以我這邊的話 各位可以看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 我的老師跟那個callGPT的對話 這其實點擊進去 我有把我相關的對話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想要參考的話可以看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我就把這個問題稍微敘述一下 讓callGPT知道 比如說我第一個 我是希望做什麼事呢 請幫我撰寫什麼呢 Excel公式 因為我假設不要寫VBA的話 有沒有什麼公式 可以幫我完成這件事 那我的需求就把它寫在豆點後面 當哪個儲存格 那我是建議以後你的敘述方法 一定要先給一個儲存格位置 當H2 而且跟他講說它是一個下拉清單 有沒有 選取 選取內容我大概有時候會寫 一般或二般或三般時 有沒有 但因為它三個班 所以我直接把它列在這裡 然後呢 比對 比對的時候跟他講比對哪一欄 比對A欄 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對A欄 然後如果為一般或二般或三般 有沒有就是一二三般 然後將 應該是 我本來要寫什麼 同一列的B欄 不過我是覺得應該不用 就是寫B欄 將B欄到E欄 就是這個到E欄 這個範圍的這個資料 比如說一般好了 就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幫我call到這邊來的意思 OK call到這邊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敘述將B欄到E欄 資料同一列資料 或者是什麼 這個多一個 B欄 同一列資料 這個多一個資料兩個字 複製到G5 跟他講G5 到J5 讓他知道一下 那之後的話呢 複製到G6 到 其實或者你可以這樣去 複製到 不過G5 它從G5開始 反正這樣子 然後以實在一推 那 他得到的結果 就 他有個建議 你可以使用這個函數 叫Filter 來實現你的需求 那我也真的試過了 不過我在 我自己的電腦上是OK的 但是在這邊電腦不OK 為什麼呢 其實我後來選到底下去 我發現他有一個說明 請確保你的版本 什麼版本 Excel版本要必須支援這個 通常是什麼呢 你必須要Excel的365 和Excel的2019以後的版本 那因為剛好我們這邊用的版本 剛好是2016的 所以我試過 比如說就做公司有沒有 其實這個函數是真的可以用 而且非常簡單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電腦 裡面的那個Excel是新的 我記得好像直接把它輸入打勾 它就會自動根據H有沒有 所以它是把A2到A100 它已經抓到底下了 如果等於H 這個是一個條件 它就幫你把那個什麼 這個應該如果要改的話 應該改成B 把那個B2到 同一列的那個B到E扣過來 反之就沒有 但是我把它執行之後的話 發現它是函數無效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最新版 所以它不認得這個函數 怎麼辦呢 沒辦法 當然你也可以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改成其他函數 但後來我發現 以這個問題來看 應該還是用BBA比較恰當 所以後來我底下的話 乾脆不要用公式了 所以我就把上面的這個問題 直接複製 貼到底下 貼上 那我改只有改一個地方 本來是請幫我撰寫什麼 Excel 公式有沒有 把它改成 請幫我撰寫VBA的SURB程式 就這樣而已 OK 它就知道說 那你不要用公式 你要用那個VBA程式 底下都一模一樣 所以底下我完全沒改 OK 只有改這幾個字 好 那看一下啦 不過我覺得 這個Trust V通常沒讓我失望 它就說什麼 你可以使用以下VBA的代碼實現 有沒有 它就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然後呢 順便跟你講說 這段代碼會根據什麼 H2單元格 不知道這名稱好嗎 應該是對外用語吧 不管 在選擇 然後從A欄尋找P配的值 這個好像也對外用語 然後呢 就是把B到E欄的數據 去複製到G5開始的區域 並依次填充到下面的行 那對外好像用行 我們這邊用列啦 不過不管 反正它基本上應該是OK的 好 看起來好像這個程式沒問題 接下來就把這個程式複製好了 底下應該 這個 好像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就是這個工作表 名稱剛好一樣 所以這個應該不用改 然後條件在這裡 它就根據H2 取得H2裡面的資料 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有沒有 然後也追蹤A欄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這個好像之前我們也用了還蠻多類似的寫法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Disroll Disroll應該是目標 應該是指的是這個列的位置 從第五列開始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不是第五列開始 其實你是可以改一下哪一列開始 再來它寫個回圈 For I I的話指的是哪一列 從第二列開始到最下面一列 那因為最下面一列應該是12啦 2到12 然後做什麼呢 把兩邊比對 什麼比對呢 就是這個跟這個比對 這個是什麼 H2啦 這個應該是這個 它就把一般的資料 假設放在這個裡面 那跟什麼呢 跟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比一下 如果一樣的話呢 它做什麼 它就幫你把那個得到的東西Copy過來 有沒有 Copy的話就是這個 關鍵字 Copy到這個位置 然後呢 並且把這個放的位置 本來是5對不對 它把它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呢 它必須再往下放 有沒有 如果沒有往下放 它就一直放第五列 那就是蓋掉了 OK 所以依次類推 再放第六 第七 依次類推 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我就把這個程式 直接再Copy好 所以這個程式我把它複製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其實我好像什麼事都沒做 只有敘述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 一樣呢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 OK 貼過來 然後呢 其他的話 我想就不動了 看看能不能成功 我看一下 應該這個程式不用改了 一般我個人習慣 我會把上面的這個定 先把它拿掉 因為我有時候不太喜歡宣告 然後中間有些地方 假設空白列 這個感覺蠻佔那個行數的 所以我有時候不太喜歡那個空白 那你不塞也沒關係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有沒有 這樣感覺程式突然好像變短了 其實也沒有變短 其實 只是說看起來會比較清爽一點 應該越來越可以看得懂意思吧 就是這個WS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這個H2 就是丟到這個變數裡面去 所以一樣 這個等號是說 把後面的資料複製到前面去 這個跟剛剛那個概念一樣 然後跑完 我們來試一下 應該這樣OK 執行一下看看 有沒有看到 執行完之後呢 它是不是一般的 流年好一般 陳月蘭一般 對應該沒錯 好 那你說老師那我改成什麼 改成二班看看 好 那二班喔 這時候其實我程式沒動嘛 執行一下 嗯 它有沒有跑二班 欸 二班有耶 但是喔 它似乎有一個bug 什麼bug 就是前面的資料好像沒有先清掉 有沒有 所以造成 好像 阿對 這個張居正是一般的啦 所以二班理論上應該就是有兩個啦 這個嘛 鄭立 跟這個什麼 柳 柳 其實底下這個資料應該要把它清掉 所以 當然 你也可以直接叫 ChartGP幫你改啦 不過我是覺得 這個地方應該不太需要再請他幫 我是奇怪是嗎 你乾脆自己再加一行就好了 在哪個地方加一行 就是在那個sub的下方 你再加一個敘述就可以了 那個敘述很簡單 就是幫你把這個範圍的資料先清空 因為如果沒清空的話 它變成就像一般 有沒有 資料比較多 二班資料比較少 那會 假設啦 你多的幹到少的就沒問題 但是少的就沒辦法 底下會留一些舊資料 所以呢 我們可以再補一行 那個敘述的話 就是直接先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清空 欸 這個資料 這個範圍怎麼清空還記得吧 範圍還記得吧 範圍那個物件名稱叫Range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再補一個Range 刮弧 跟它講範圍 哪個範圍 這個叫G5 乾脆三號J12好了 所以前雙引號 請你幫我把G5 到的話就冒號 到J12 可以多一點沒關係啦 然後呢 後雙引號 後刮弧 那清除的話呢 有兩三個方法 我是建議你可以記這個啦 等於空的就好了 有沒有 之前我們好像寫過這個 等於空 就是其實是刪除的意思啦 那如果你不用寫這個方法 你可以點clear content 也可以 等於空的就等於點clear content 也可以啦 clear contents clear 有沒有 你知道嗎 你就打一個CL 它會跳出提示 clear contents 這樣也可以啦 兩個方法 好像我記得 ChartGPT比較常寫這個方法 那我個人比較常習慣寫這樣的方法 好像這樣比較好記耶 有沒有 那個範圍幫我清空 好 那這樣沒有問題的話 執行看看好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我再切到三班看看 三班 那它會先清空 我希望說執行的時候 能夠這邊停一下 所以我可以在 我寫的這一行 前面加一個中斷點 停一下 不然的話我不知道效果嘛 那我再去執行它 停到這裡喔 那停的話 它現在還沒執行對不對 所以你按一個F8 有沒有發現 有耶 它有walk了 底下就幫我跑了 我就不讓它中斷了 所以我就讓它全部跑 有了耶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 再來就二班 二班 然後再執行一下 這邊執行 一樣卡住 那不過啦 如果假設說 老師我不要讓它 繼續停在這裡的話 怎麼辦 很簡單 請你把前面這個點 再點一下 它就沒有點了 讓它全部跑 這樣又有了 ok 然後再點一下一班 然後再切到這邊來 執行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很麻煩耶 如果我下拉清單之後 我還要再切到我的VBA 然後再執行 那比較簡單一點的方法 有啦 不然你乾脆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SUB 在旁邊加個按鈕就好了 所以怎麼加按鈕 還記得吧 插入什麼 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然後在旁邊拖拉一個 名稱叫什麼呢 名稱也許 當然啦 名稱跟SUB名稱可以不一樣 所以我就 當它執行的時候 執行這一個剛剛的SUB 然後按確定 那上面的名稱 我就把它改成叫查詢 好了 好這樣ok了 试一下 二班 查詢 二班有了 三班 三班查詢一下 有了耶 這樣應該就蠻ok的耶 但是還是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還是感覺多一個動作耶 你最後還是按個查詢 感覺多止一舉 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啦 可是我覺得這樣已經很好了啦 你如果還在更簡便 你要付出代價的 什麼代價 你要想辦法 讓它不暗暗有自己執行 這個等一下再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的話 記得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雲端 白板上面 326 ok 這個對話 或者是說底下這一段 就這一段 ok 我乾脆直接跟我一模一樣 就這一段 Ctrl C Ctrl V 貼過來這裡 那我剛剛寫的就這一段 請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 那或者是說你們也可以試著 自己看用自己的敘述方法 讓這個 QRGB知道 該如何寫這個程式 自己看用自己的敘述方法